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慧精神很好 很谢谢来跟我们跨海连线 小慧是我们公式很资深的体育记者 他除了这次采访巴黎奥运之外 他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就开始采访了 然后之后有伦敦 礼约 东京 连疫情的时候他都有去采访 所以他是非常难得的五届的奥运元老 就刚好有机会 所以一开始要请小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大家对巴黎的印象就是很浪漫 然后很多很漂亮的建筑 也确实我们就是看到这次的开幕式 选手们就是赛纳河上面就是搭着这个船进场 然后很多比赛就是在一些很特别的建筑前面 像巴黎铁塔 凡尔赛宫 确实是很有特色 不过也有一些负面消息 说什么那边爬手很多 治安不好 连选手都被偷钱 然后还有说什么为了强调环保 结果搞到选手村没有冷气 然后被很多国际媒体批评 那你跑这么多次的奥运 你到目前为止观察到 就是巴黎这个主办国 跟之前前几届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我想当然最不一样的就是开幕式 因为以往历届的奥运 从来没有开幕式是在整个户外 而且还是在沿着河 这样子六公里这样子嘟嘟嘟这样下来 那其实那个维安还有整个 就是那种挑战其实很大 那其实之前大家也有很多的疑虑 然后其实那一天开幕式 其实巴黎很惨是因为下 后来你们应该都有看中国 有下雨 等于是下大雨 对 而且雨是越下越大 那在现场工作的台湾记者 其实超惨 因为法国人是没有所谓的什么 备案 雨备这种观念 他们就觉得反正就是这样 我就是继续进行 然后很多老外记者就是 连雨衣都不穿 可是我意思是你要打稿 或者你要干嘛 你就是你又怕你那些设备会 会失掉 所以大家就是都会坏掉 所以大家就是用一个类似那种 他现场其实有类似那种 透明比较厚的那种反顾那种 大家变成就是用那个布把电脑盖着在那边工作 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法国人他们 如果有透过电视转播你会发现说 他整个开幕是真的很有他们的文化底蕴 可是问题是你今天花了钱 比如说买了门票其实是坐在塞纳河的延安 其实很多东西你根本看不到 就是反而你在现场 比看转播看到的还少这样 对 所以他们其实法国人就是只是想要 透过这一场大型的开幕式 而且是你知道他之前其实有一些表演的东西 是完全保密 所以连记者都不知道 对 而且他其实是在很多不同的点去做表演 像你看一开始的Lady Gaga 跟最后那个Celine Dion的演唱 其实他是在很多巴黎不同的地方 有的是在河旁边 有的可能是在那个凯旋门的哪里 像Celine Dion他其实是在巴黎铁塔的 好像是中段还第一层 所以其实你如果透过电视转播 你会很感动 就是我觉得我听到蛮多是正面的回馈 因为他其实真的就是太有文化底蕴 所有的东西 对那包括那一天我知道说 在台湾负责转播这场开幕式的 就是同业友台们 有一些是受到批评的 因为他不像以前 就是他会给你run down 就是你大概会知道他的那个整个排序 可是因为他里面有太多节目 其实是他都是有跟那个文化有关系 比如什么歌剧魅影的那个有没有 然后还有一些钟楼怪人啊 对啊 就是这些东西他透过他的 比如说先前拍好的影片 然后跟现场去串达 所以你透过电视转播 你会觉得哇超赞 可是你在现场就是超惨 要转播的人可能也不知道 现在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对 所以听说我们的友台呢 友台因为华世是找了提大的陈子轩老师 那因为陈子轩老师本来就是 非常熟运动这一块的东西 所以他讲的算是非常的比较全面 就他可以知道说大概这个桥段 他想要展现的意涵 跟他想要告诉世人的是什么 但你想你在现场你坐在某一个河段 然后其实表演是在比如说在前面的河段 对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他当然他河岸是有放一些大荧幕啦 可是其实我就觉得 对啊就是你去参与这样的社会还不错 因为他就是一个仪式感 可是因为可是你坐在河岸 你又只能对着大荧幕看 然后又下大雨 我觉得就现场观众其实心情应该蛮复杂的 确实哦 就是你不讲我们还不知道 原来现场的状况 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太一样 然后接下来要聊一下奥运新闻 其实跟就是我们大家看到了 跟新闻的产出可能也都还不太一样 就大部分观众都有看到就是 媒体啊有做很多奥运新闻嘛 譬如说像大家最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戴姿影啊跟那个伊瑟农啊 打完他们戴姿影的最后一场 然后两个场上是对手 然后私底下是好朋友 然后最后还拥抱在一起 很多人看了都哭了 真的都非常感动 但是我们看到的新闻啊 其实很不一样 有的是在场内比赛 然后有那个比赛的画面 然后有的是戴姿影走出球场 然后在外面跟球迷拥抱 所以其实台湾很多记者都有去到巴黎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去的地方 是不是其实有很不一样的分别 只有部分的媒体可以进入场内去采访比赛嘛 就是所谓的联合采访团 你们这个采访团的成员有哪些是怎么运作的 可能先跟观众简单说明一下啦 就是如果我们单纯讲电视媒体的话 因为它有影像嘛 所以它其实会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权力 就是所谓的持权这件事情 那因为在台湾大概从008的北京奥运开始 是由爱尔达去跟就是拿下整个亚洲区 转播权的日本的电通 就Denzu去再跟他们买权力 像这一届的话呢 就是还是爱尔达拿下嘛 那爱尔达它其实会在分卖 给像今年就是给我们公事 然后还有我们的友台华士 因为是共同持权 那当然爱尔达还是主转播商 那我们就是大家合作 去组成一个联合采访团 我们的证上面其实就是RTB 这个缩写就是Rise Holder的 Broadcasting嘛 那你有这个RTB的证的电视 我现在强调电视记者 才能够进去到场馆拍摄跟采访 所以你们才能在场馆里面拍摄到整个比赛 然后也就是访问到刚比赛完的选手这样 没错 那你们是有一些分工吗 就是现在听起来就是有爱尔达 然后有华士有公事嘛 然后就是是大家要分开说 你去哪个比赛我去哪个比赛 这样子才不会重复吗 对对 就是为什么要组联合采访团 原则上就是要把采访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嘛 那像这一次爱尔达是他们出了三组记者 我们公事是两组华士是一组嘛 那我们其实每天应该是说我们出发前 大概就已经开过一两次的协调会 因为毕竟路线要怎么分配这个东西 有些还是必须先讲好 那因为爱尔达他们是体育台 平常他们固定有在转的就是羽球跟桌球 所以这一次在大家在分工的第一个默契 就是羽球 羽球是优先让爱尔达的同业过去采访 对 那其他的部分都是我们 比如说今天忙完可能9点10点11点 我们会去把明天的就是中华队台湾 台湾选手要出来的这个赛程 就是把它做一个list 然后去做讨论 那因为其实这个有时候可能早上有 然后下午也有 晚上也有 所以就是变成说要很比较精细的去确认说 要怎么分工 那像我有的时候像前几天 可能你早上是跑 比如说要跑射箭 然后你就要要舟车劳顿 可能跑去体操 对大概会是这样子的分工情况 对 那去那边的选手啊 他们有那个选手村可以住 那媒体也有媒体村吗 那在一个世界甚至 可能全世界的媒体都 现在都聚集在巴黎了 你应该有碰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吧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这一次巴黎算是 他们比较难得有盖媒体村 就是他们有盖了一个奥运村 因为因为以往在礼约跟伦敦的时候 跟东京其实是有奥运村 但是媒体村没有 就是奥运村里面并没有媒体村 因为通常他们是为了要 有点类似以后作为社宅啊 或是一些国民住宅 以后他们才会去做这样的建设 那其实我刚刚讲那几个城市 他们是没有的 他们没有盖 没有盖 那这一次是巴黎 他们有包括媒体村有盖 可是因为太贵了 所以我们联财团并没有住在媒体村 所以住媒体村也是要付钱这样子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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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钱的对 但是因为太贵了 比如说他当初开价出来 我记得是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房间 一个客厅 一个厕所浴室这样子的 一个晚上 我记得那时候报价给我们是 两万一台币 两个房间哦 就是等于只能住两个人这样子 然后要两万一一晚 那一个人就是要一万出头这样子 对没错 所以后来我们是 就是有点类似透过爱尔达 然后因为爱尔达又是透过日本电通去订嘛 因为他其实有一些官方合作的饭店 可是因为他们其实电通订的 电通订的饭店离市区非常的远 我们其实是住在戴高乐机场附近 你就知道有多惨 就是对因为我们一开始在研究 想说因为巴黎不是20区吗 完全不在20区里面 对他哪一区都不是 所以就是比赛就是比赛场馆 我们还是会遇到各国的记者啦 可是就不会像真的在媒体村那样子 就是你会一直看到 大家有没有就是工作之余 比较悠闲的那一面 就是我们基本上看到他国的记者 都会是在比赛场馆 大家都是很绷紧神经在工作的状态 对那其实你刚刚有问说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大概搜集 就包括自己观察自己感受 跟就是跟一些美国的记者啊 或是别的日本记者聊天 就是会发现 他们其实对这一次办奥运 可能在场馆的一些安排 或是气氛表演 其实都做得很好 但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在care记者 这件事情 你是说主办单位不太care记者这件事 对就是我简单说好了 就是说其实对记者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交通 历届的亚奥运 其实主办单位一定都会做所谓的 就是我们讲的TC 就是Transportation Center 它就是你必须记者 透过这些接驳车到各地的场馆 那因为这一次到目前为止 常常会发生 比如说这个接驳车大雾点 或者是接驳车no show的情况 比如说我有一天在跑体操丁华田 那因为田田虽然是比个人的平衡目 可是因为那一天晚上的赛程是 它是排在9点10分的session 那这个session其实是包括体操的团体赛 跟个人赛的资格赛 就意思是说我必须 田田大概9点40就比完了 可是问题是我要等所有的选手都比完 有比赛结果我才可以就是采访他嘛 结果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11点了 原本表定是11点15 应该有一班车要回到这个媒体中心 然后等超久就没有到啊 对啊那没有到之外就只好就是 那个志工赶快就又打电话协调 然后所以车子来说 其实已经快半夜12点 然后最悲剧的是什么呢 这班车其实是只有到IBC 就是可能很多观众是不知道 就说因为IBC是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Center 它其实就是给持权 像我们这种持权的 可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是记者 我们并不是要进去这个广播中心 去做转播工作的工程人员嘛 历届的奥运其实IBC 应该是跟NPC 就是所谓的Man Press Center 其实通常都是隔壁 方便大家作业 但这次巴黎非常引领为傲 就是IBC跟NPC 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地方 坐车要25到30分钟 所以你知道多惨吗 那一天的车又只有到IBC 然后你知道IBC所在的地方 其实是巴黎的一个太空中心 它也是在一个郊区 然后它的管制范围非常的大 所以即便我到了IBC 我想要叫计程车 我跟你讲 我会很痛苦 因为计程车不能进管制区 所以如果我叫了计程车 我要至少走30分钟到外面去坐计程车 所以就是说它对于接拨车的设计 没有那么的符合实际需要使用的状况 然后你们又不能叫计程车这样子 因为计程车又不能进到那个管制区 当然 然后关键就是说我觉得 当然因为我们也住得远啦 所以大部分的车都是从NPC出去嘛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正常 我们每天的采访就是饭店 然后搭接火车到IBC 然后IBC再搭接火车到NPC 然后NPC再搭Shuttle到我们要到了场馆 好 就算我不这样做的话 我可能搭大众运输工具 我们因为住在机场附近 所以我是饭店 公车到机场 机场搭郊区火车RER 到市区再换地铁 或者是公车 对 就是很累啦 那如果当然回到官方接驳这件事情的话 我只能说 我不知道法官是真的是过度浪漫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 反正他们很夸张 像我们有一天晚上回来 其实你查 因为他其实有设计一个APP 让你可以查这个 Transportation的Timetable 那对 有一般其实 它上面是秀说是15号 因为从IBC回我们的饭店 只要20分钟 可是它上面就是写13号 然后大家就很胡疑嘛 然后后来就问驾驶 驾驶就用很破的英文说 他说没有 我这一台就是15号 然后大家都很怕 你知道超好笑 因为就是一上车所有的记者都在互问说 大家确定是15号吗 真的是这一台吗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坐到13号的那一台 它是各饭店 郊区各饭店会走一圈 那个要一个小时 才能回到我们住的饭店 就是13号 然后15号呢 是就是20分钟就可以到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那边确认说 你这到底是不是15号 到底是不是15号 就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们对媒体的交通这件事情 还是会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扰 所以你看讲到这里 大家会破除原本的印象 觉得以为说 记者就是很爽啊 你看派去这个时尚之都采访奥运 可以免费看比赛 所以其实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而且你们中间你看车程那么远 然后还要赶新闻 那个压力之大 我觉得是一想到就觉得 真的是有点恐怖 那当然这种就是辛苦采访到的新闻 当然也会特别有成就感 所以接下来要请小慧分享一下 到目前为止呢 你已经跑过很多台湾选手的比赛了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 为什么 我想到目前为止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武士尹那一场吧 因为其实从 全集赛 开幕到 对 一方面是开幕到 那个每天开slug 那个标题都是什么 叉叉叉 纸布 叉叉墙 叉叉叉 无缘 什么什么 就是整个气氛是有点闷的啦 那再包括说 黄晓文那一天 其实因为那个脚被踩到 被误判的这件事情 其实整个就是你会在现场你会觉得 天哪 这一届到底 那个鬼你知道 好像 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大家士气比较低落一点就是了 我觉得有点闷啦 对有点闷啦 对那 包括记者也是嘛 因为其实 我们都知道就是能够进奥运的选手都是很棒的 那大家都很想拿牌嘛 只是说 有时候因为 其实我们会在说你要拿牌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那运气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那就会觉得好像 怎么好像感觉这一届大家的这个迁运 有没有 比如说过了第一轮之后 下一轮就对到世界金牌 或是这个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那因为 因为施宜的那一场 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 当然就是因为大家都闷了很久嘛 那他第一场其实打败的那个 其实是2018亚运的南韩的金牌 对那代表他其实是 而且他是5比0 所以他是有实力的 然后他第二战对手又因为禁要 就是直接被禁赛 所以他就是直接进去八强 那我那时候就跟搭档说 我觉得他就是实力有了 运气也来了 你不趁着这个气势往上走 我觉得不OK啦 应该到底说应该就是 说不过去 对老天在 已经在帮你了 老实讲啦 我觉得对不对 你少打一场嘛 然后你第一场也是有实力的 就是我觉得他 当然他自己也背负了大家的期待 然后 为什么印象深刻 是因为 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这个拳击的规则 就说 原则上是 打三个round嘛 就三个回合 那其实现场会有五个裁判 那通常一个回合 三分钟这样打下来的时候 五个裁判 比如说我跟你打好了 那我裁判认定我比较有优势 那每个裁判可能看法不一样嘛 那满分是十分 那通常比如说比较有优势 那个他会给到十分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会给到九分 所以他会这样子就是一个出来 所以就可能比如五比零啊 四比零什么的 那因为施以第一回合的时候 是二比三 那第二回合 其实他就表现得还不错 其实第二回合也变成是关键 因为他是五比零嘛 就是五施以是五比零 可是那个五比零 但是你去细看那个每一个 前两回合的那个分数 有没有 就是十啊九啊 什么那些 其实他 因为他到最后会加总 就是他会把 跟第三回合的去加总 最后才会出来是这一个 比如说裁判A的这三个round的总分 比如说是二十七 或是三十 然后才去做平行比对 然后那时候 因为第三回合 那个二瓜多的对手 他的小动作非常非常的多 嗯 对 我还记得他最后 最后好像倒数五秒之后 他还用那个头跟手 就是一直去撸他 有 大家有看到 对 然后撸 你有没有 你不知道那么记得 就撸撸到 是一就是有点跌坐在地上 那因为我们 对 我们其实很怕说 哎哟会不会因为这一个 然后因为你知道 像黄小文那样吗 拳击有时候 因为拳击其实是很主观 嗯 蛮主观的啦 就是 而且他是没有任何的申诉机制 一切都是以当下的 判决 判决为 对 对 就是他没有翻盘的余地 所以那时候 真的很紧张 就是虽然说他 第二回合照面上是5比0 可是问题是他分数其实 没有差很多嘛 嗯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 整个就 反正就是你知道 我觉得记者在那个采访当下是 你的心脏就是一直 因为最后不是在擂台上要宣布 谁能够就是获胜的时候 然后我就站在那边就一直在默念 然后摄影也是边拍边很激动 因为他也不能让那个画面会晃嘛 结果一宣布蓝的时候 我们就在台上那边跳起来大叫 然后摄影就哭了 其实就是太激动了 就是因为其实先前采访他的时候 是知道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包括说他上一届冬奥的时候 之前他就受伤嘛 那后来中途又换教练 才加到现在这个柯文明老师 就是陈念琴的这个团队 而且因为他又是四金猜里面 年纪最小的 就是说他的知名度 其实compare比如说小文 或是玉婷或者是念琴 是没有那么高的啦 可是他我们在拍他备战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很明确说 他也想在拳击留下一些自己的名声 他也想证明自己 就是这些努力 他上台他不会后悔 那其实他的个性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女孩 对他其实是蛮哀人的 他自己也有讲 他觉得他有点色恐 对拿下这场胜利 他来到就是魂彩区 就是你刚刚真如讲的 就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去接收到 选手一出来的那个采访的区域 他就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一直大笑 一直大笑 就是笑得很开心 而且他还直接对了镜头说 让我先开心一下 然后自己就站在那边 就是有点傻笑这样子 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个问题 就问他说 台湾到现在都没拍吗 对就是赋予他很大的期待嘛 然后他就直接 他就很可爱 他就突然就眼睛撑 他说我压力超大的 你知道吗 他说我不想去看那些东西 可是我不可能不看啊 有我有看到你那访问做的新闻 然后那个画面上看起来就是 他很开心 然后眼泪又在眼眶里面打转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就是选手感动之外 那个镜头后面的那个摄影 只是竟然也在哭 对我们那个摄影 我以为他蛮理性的 没想到他那个 整个情绪激动到 真情流露 真的 那你自己在采访的时候 你应该也是很感动吧 我当然很感动啊 可是因为我觉得记者 尤其是文字记者 在第一时间去接收到这些 就是选手的情绪 不管是开心的 或是沮丧 或是失落的 其实文字记者 某部分还是会压 还是要压一下 所以其实 其实失忆出来的时候 我很开心 他也有跟我拥抱 然后就是也有跟我击掌 对但是之后 我可能就是马上要调整 自己的情绪 因为就是要采访了 然后而且其实 虽然在魂彩区 不像东京奥运 疫情的关系 就是只限制你采访90秒 可是工作人员 会在后面一直说 就是暗示你说 不能再问了 不能再问 从头到尾 我后来听音档啊 我问不到两分钟 我就被赶了 对就是那个时间 是很急迫的 对 这个状况 就是之前我看到你 那个采访杨勇伟啊 就是那一场 就是最后他是 在那个败部复活赛 就是输给日本选手的时候 就是那个状况 就是其实我们心里 如果是观众 就已经很难过了 对不对 然后你还要压着 那个难过 我有看到 勇伟还经过的时候 还跟他 他还跟你说 我有听到你的加油声 然后你还压住说 有没有话想说 就是其实一般人 可能会想说 你怎么还去问他 但是就是为了工作 就没有办法嘛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这就是 很难的地方啊 但老实说 我觉得 其实这是台湾选手 也必须去学习的一件事啦 就是说 我觉得因为 可能大家的期待 都在这个选手身上的时候 刚出来的时候 一定都 谁都不想输嘛 对不对 那一定都很沮丧 可是我觉得我们 拿到持权的 这些第一线的记者 其实有时候 我都会说 这是最痛苦的 就是你要在 这个第一时间 当他情绪都还没办法消化的时候 你就 你还是必须 do something 对 对 但是问题是说 你就不得不做 那因为包括说 像去年亚运的时候 其实小袋叔给日本 那个大哭彩的时候 也是我去面对 对那他也 但是因为他也是 表示说他 他不想接受访问 他不想讲话 对那我觉得是尊重他 对啊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 还是得做新闻 然后还得 明明就很难过了 还得想办法去找别的 找教练来问一下 还是找什么 然后我们还是得完成 这一则新闻 所以这个是奥运新闻 跑体育新闻 真的最难的 这个就是这个部分了吧 如果就现场来讲 就是我们不要管 其他的知知解解 就是那些时间 什么什么 上上下下跑步 就是赶时间 我觉得这个对记者来讲 真的是最大的挑战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 在同时去有同理心 但是又兼顾自己的工作 然后又要能够赶上 所谓的新闻时段 就是那个压力是 身心压力是极大的啦 所以我才会 就是不小心 就才会不小心 就是去那个 thread上面跟人家 回话 就是没送 说跟那个观众 那个杠上这样 对啊 对啊 因为他们就是可以 很轻易的这样讲 对啊 就是真的啦 就是我们看比赛 或是在网路上看新闻 跟记者在实际现场 工作状况 真的是两回事啊 但是一直在讲 就是跑这种体育新闻 比赛的新闻 最难的就是 你自己同时又是观众 然后又要扮演好记者的身份 然后明明就跟选手一样难过了 然后还要去访问他 然后还要完成工作 或者是说就是很热血了 还要在摄影机后面 忍着泪水这样子 边哭边拍 这真的是奥运新闻后面 不为人知的部分 然后所以今天真的很感谢 小慧来跟我们分享 这些这么可贵的经验 那有兴趣的观众呢 也可以继续收看公事 还有独立特派源 后续做的奥运报道 今天谢谢小慧 谢谢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